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特色 苍州的代表当然就是这座保经苍桑的铁狮子 所以苍州也有了狮城的称号 大家好,我是大旗子 我们的运河之行来到了河北苍州 俗话说苍州狮子定州塔,正定府的大菩萨 之前我们去看过了定州塔和正定的大菩萨 今天就一块去参观一下苍州的铁狮子 一起去看一看这座命徒多船保经风霜的铁狮子 如今是什么样的 参观苍州铁狮子门票是20块钱 我们现在已经走到这个公园里面来了 铁狮子位于旧城遗址公园 并不在苍州市区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从景区大门走进来之后 距离铁狮子还有几百米的距离 整个这一片区域就是曾经的苍州旧城遗址 苍州旧城,古城浮阳 青池,因外城行似一头侧卧的牛 顾名卧牛城 秦朝的县,汉朝的郡,隋朝的州 唐朝的军,治所都在苍州旧城 所以铁狮子当然也就顺理成章地建在了这里 到了元代中期 京航大运河采湾取之之后 苍州的经济重心逐渐移到运河沿岸 到了明洪雾元年 青池撤县宾州 次年,州至迁往了如今的苍州市区 从此,旧城日趋衰落 辉煌也就成了历史 我们在参观铁狮子之前呢 会先到达苍州铁狮和旧城文化展览馆 在展览馆里了解了旧苍州的历史 还有关于铁狮子的故事之后呢 我们再去参观 就会有一个更好的游览体验了 现在在我们面前的 就是大名鼎鼎的苍州铁狮子了 其实我在看见他第一眼的时候 是非常惊讶的 看过这么多古迹 很少看到 还有专门给古迹修筑防水棚的 而且这座铁狮子 看上去历经风雨 感觉很沧桑 苍州铁狮子 又叫镇海吼 驻于厚州广顺三年 也就是公元953年 距今已经有足足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可以说是见证了 苍州的历史变迁 相传 古代的时候 苍州一带海水泛滥 危及百姓 有一名叫李云的山东驻宫 路过了这里 在他的建议之下 当地百姓铸造了铁狮 以震水患 也是寄托了 人们渴望安兰的心理 关于铁狮子的来历 说法有很多 有人说铁狮子 其实是文殊菩萨的作技 还有人说 这是因为神话传说而来 但我觉得 还是镇海的说法最靠谱 为什么选择狮子镇海 其实也是有来历的 中国不产狮子 东汉时期 从西域传入之后 民间逐渐开始了 对狮子的崇拜 人们喜欢用狮子来保平安 纳富贵 降吉祥 避邪碎 创造了姿态万千的狮子形象 形成了南北各异的狮子文化 而助力在苍州旧城的铁狮 无疑是北方狮子的代表 当我们站在铁狮子跟前 还是会觉得很震撼的 铁狮通高5.47米 体长6.26米 体宽2.98米 是我国现存最大 最早的铁柱艺术品 对研究中国古代雕塑 冶金有很大的价值 正是因为运河的便利条件 才间接地创造了这一器官 40吨重的铁狮 需要大量的铁 才能铸造完成 根据官方记载推算 在铁狮子建造的时候 也就是后洲 广顺三年 全国的裁铁量 有2500吨左右 距离苍州较近的磁州 行州 铁矿 可以为铁狮的铸造 提供足够的原料 原料的运输 沿明河 张河 入运河 再经浮水河 运至苍州 有了铁 也就有了能建造铁狮子的原料 这么大的铁狮子 在一千多年前 又是如何建造的呢 经过一系列的研究 认为铁狮是以泥泛法造型 首先要塑出泥质的雏形 然后贴出外泛 再把雏形刮去一层 留下石芯 把外泛拼接雷起 去进行胶筑 最后清除外泛 掏进石芯 铸造成功 从铁狮子表面 留下的饭块痕迹来看 整个铁狮子 至少是有509块外泛 组合接住而成的 我们如今看到的铁狮子 破损非常严重 嗅气斑斑 它所遭遇到的灾难 有一部分是天灾的原因 还有一部分是人为的原因 这些灾难 都给它带来了巨大的破坏 铁狮子从明代中期 尾巴残损之后 一直到清末 已经发展到了头裂盆青 后来围绕它的复原 修复工作就正式展开了 对于铁狮子的保护性修复 就是从这一座八角亭开始的 这里的这个是曾经的一个复原 1957年的时候在苏联专家的建议之下 在铁狮子的上方给它修建了一个八角亭 主要是想要保护铁狮子 但是没想到事与愿违 修了亭子之后啊 因为本身铁狮子的这个地势这一块就比较低洼 修了亭子之后水气蒸花不了 就让铁狮子嗅蚀更加严重了 在当时呢 狮子身上的山东绿云造五个字 就是在那个时候被腐蚀掉了 后来拆掉凉亭 在1982年的时候 专家们再一次开展了保护工作 建造了一个高两米的避水台 打算将铁狮转移到上面 谁料在起吊的时候 由于操作不到 狮身再一次被损坏 身上多达40多处的损坏 其中下巴 尾巴 足部等严重变形 当时吊庄为了保护狮腿 灌装了硫磺毛固合剂 一直到1995年才清理干净 可惜狮腿已经出现了断裂 后来又有一系列的修复 但都于事无补 狮子已经站不住了 最终决定用15根 直径15厘米的铁管作为支撑 也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 苍州铁狮子修复失败的教训 让后来人们再修复古迹时 非常的慎重 谁也不敢轻易动手了 当我看到现在的铁狮子之后 说实话 我的第一反应是很震惊 心里呢 有说不出的滋味 没有想到它现在是这么的伤痕累累 而且呢只能是靠身下的铁架子 去做支撑 确实非常的惋惜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美丽风景 拜拜